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很想做那个东西 你不要想这么多东西 你去做 人生如梦 朋友如梦 就是我当时在澳洲读这课 我就决定了我要唱广东歌 在澳洲当时唱广东歌表演 参加比赛 接着我探望永远 张奥荣的司机 见到雷芳、梅艳芳 那一年张奥荣刚拿了奖 我就决定了我要唱《Monica》 接着我最好的朋友 他说你是唱《Monica》 你这么喜欢张奥荣 你什么是Gregory 郭荣、Gregory 不如你叫我郭荣 接着我姓Rivers 我们翻译了 所以就叫何郭荣 TVB做演员其实是巧合 接着有一天 有个同事回来 他说我看到一张海报 TVB是找一个 认识广东西的鬼女做演员 是吗 我以前在澳洲中学 我都会参与舞台剧 我一直都是做Cat Fair 对演戏和表演 始终都是有点兴趣的 所以这个同事跟我说的时候 我还是要试 但我真的很紧张 我没有读过演戏 没有做过 什么都不知道 我看过剧本 就在想 我停了五分钟 至少五分钟都没有出声 所以我跟自己说 如果你不试 就会后悔一世 做着做着 他们发觉是可以的 然后太平天国都找到做 所以那时候就拍了两部剧 家人 不知道为什么儿子 会离开澳洲 来到香港发展 是五年前 一百毛颁奖给我 金裙奖 他回到澳洲 澳洲当地的电台 找我父母访问 他们很开心 那儿子获奖 拿到奖 然后当时的妈妈跟我说 因为那个奖 是关于长哥的 当时的妈妈跟我说 你们终于为我们 完成了这个梦想 他们很开心 但是初期 都是很担心 亦都不明白 为什么儿子要离开 要去一个这么远的地方 本来是读医科的 本来你可以做医生 可以稳定生活 为什么你全部都不要 为什么你要去香港 如果你可以坚持这么多年 一定有一个原因就是 你是喜欢做的 你是喜欢做的 有很多次朋友 或者是认识的人 会说 你教英文吧 你一定会赚到很多钱 但是如果你拍戏 是真的按照的 所以如果你说 好,我为了赚钱 那只教英文 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反过来 是等于我不能做的 十年前 心臟的时候 其实是心力不正的 有一次拍电影 一拍摄 一拍摄 就突然跳得很快 而且很大力 手术之后 有连续几日 心臟是肿胀了 是肿大了 是很不舒服 而且也是连跳 是手术之后 过几星期才弄上 而且要吃很厉害的药 在舞台上 在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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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照做的 那… 不知道 就是… 可能证明我真的很喜欢演戏 很喜欢表演 因为自己觉得 有可能会死的 都照做的 一段时间 我也是很不开心的 做不到更重要的角色 但是 过了不知几多年之后 我就看回 看回当时做的 会觉得 嘩… 做得不太好 旺龟之后 做不到一线 有时做得好些 有时做得差些 但是你会见到 两种东西 文化 所以如果有鬼略的角色在 你会在这里 你是因为故事是需要的 你才放在这里 二十年在TVB学习的东西 是无价的 但是TVB之后 又有下一个阶段 很不太好 你会负责 还不太好 我会负责 你会负责 他会负责 你会负责 三年前我开演场会 那些朋友 全都过来看的 全部都是为我拍手 全部都是为我骄傲 以前有两间电视台 三间电台 香港現在在網上有無數的頻道 而且現在這個行業是不停的變化 我們沒有人看得清楚將來是會怎樣發展的 我現在只是在想明年會不會再次建立一個演唱會 一個矇矇的鬼魯就可以什麼都沒有 沒有錢、沒有工作、什麼都沒有 去了香港,然後意外變成了一個講廣東話的演員 很多人都認識她 即是說什麼夢想都可以成真 最近,如果來美國之前 1月就拍了一個關於狗狗訓練的節目 接著2月、3月就拍了一部電影 和陰言祭、任德華、一切和風中神 那裡也有十幾場戲,也有不少戲 接著就來到美國 我們先到瀏覽機 接著到三藩市 我幫一間公司叫Yummy Mew 即是一個平台 去年9月已經加入了 幫舉方到現在 這次我們過來,主要都是去餐廳 就是Yummy Mew平台上的餐廳 吃她的東西 拍下來,介紹一些東西給人 其實是Yummy Mew選擇和我合作 因為其實很多亞洲人都認識我 還有我以前都是做過IT人 我寫Database 我們曾經有間公司 我和太太曾經有間公司 做電腦軟件 傳傳硬件 都是做代理商的 Yummy Mew的隊長很多都是小小的餐廳 尤其在業情期間 你什麼都跪了 但是你三年少了 如果有方法幫到她 就一定是好的 和我做Yummy Mew的導演 他真的很勤力 很有心機 永遠都開心 說話很厲害 你和他合作很開心